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这边是Utsasako 先体验声明,此教程影片必非原创 有参考其他平台的资料综合而成的个人经验分享 互相补充资料欢迎友好的评论补充 那我们就开始图示后别跟踪的教程吧 步骤氛围,猜件,来图体制作,和打入VTV Studio的设置 首先是猜件,展示的模型是用400×2500的画布进行制作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里的要求和电脑的条件质型调整 猜件分为画笔,弹目指,食指,其他后颈手指,手腕,手臂 如果追求精细度的话可以加入手臂的阴影和笔的阴影 为什么可以注意笔头的阴影处画的比较锐利的话呢 会更有笔的感觉哦 然后就是Utsasako制作 我们需要制作三种参数 画笔定位,移动物理,和按下动作 首先我们把PSD文件放入Light2D中 然后根据4K分辨率设定为3840×2160,16×9的比例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里的要求进行调整 先简单处理项目版设定和分类,方便之后制作 这边建议大家把笔的阴影和画笔放在同一个变形器 按住Ctrl可对于变形器进行调整 然后Tone选择变形器 也是按住Ctrl把变形器的默认位置调整到笔先 首部的阴影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套用旋转变形器 然后给其他部件套上单独的变形器 这样把所有部件用刚才的方式套用旋转变形器 就可以正式进入制作了 首先把预设的参数全部删掉 新增一个-10、-10、-H轴和-Y轴 把刚才创立的变形器放在这两个参数上 看这一条表的顶点消息打上坐标 输入完之后可调整角度让它看起来更自然 然后进行视角合成 定位就完成了 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这座手部物理的部分 把刚才一样新增两个参数 使用之前创立的变形器 根据对焦板的制作角度 注意笔尖的位置保持不动 做完之后进行视角合成 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打开键模 点击物理模拟设置 设置物理设定 我们首先把鼠标跟踪 设定XY轴参数根据指标移动 这样就可以看到使用的效果 物理预测个人比较习惯用三段白 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调整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制作下笔的动作 新增一个0-1的参数 到1的时候是按下 其实制作的方式和X物理的相左差不多 不过弧度相对来想的话小很多 只要注意手背的地方 尽量不要移动太多就好了 FD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导数和设定的部分 新增一个文件夹 因为图层并没有很多 所以纹理大小可以根据自己 连纹的画布差不多就可以了 导数Moc3文件 打开VWStudio 点击导入模型 点开资料夹 把刚才导出的文件夹放进去 闪开一下就导入成功了 打开模型后 我们把自动设定取消 到模型设定 把动作设定关掉 新增捕捉探数 输入MousePositions 输出找之前做的X轴 Y轴同理 把平滑度关掉就没有那么严重的延迟 移动到快捷键设定下笔的动作 在表情编辑器创列按下参数 点击 为所有未被使用的表情建立新快速键 按键设定为 Left Mouse Button 选择 选择 在松开按键后 停止 可根据喜好调整 数秒后段出的时间 这边建议0.2 移动到OBS调整定位 如果是打算配合创作画面的创作者 建议先把画面调整好大小再调整模型 添加Vidapad Studio画面后 又加OBS屏幕 点击视线画投影并置顶 移动到绘画程式 可见笔上和模型的显示状况 在Vidapad Studio按着左进移动 要调整模型位置 再来大幅度移动看模型位置 如果模型比比伤慢 可滚动滚能调整模型大小配合 如果移动的时候有细微的差距 但是Vidapad Studio不方便控制的时候 可以移动OBS画面大小调整 调整完之后依然会有一点点延迟 可以在显示画面添加 配置延伸达到同步 这样回到Vidapad Studio锁定模型 移动到快捷键设定 新增记录位置的按键 快速键动作 选择移动模型 记录位置 所以选一个按键就完成了 那么本次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是有写文稿 然后我跟着文稿读 所以我的语气很那个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很希望可以关注到大家 那如果对本色影片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到评论区讨论 如果想要看更多教程的话 可以讨个i2t涂鸦教室 的问题收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